其實倫敦人這裡都有不少打卡位 這麼多打卡位之中最棒的就是這個 充滿童年回憶 在香港現在真的沒有什麼 哪一家麥當勞賓店有的麥當勞叔叔 其實這兩年澳門都有不少新的酒店項目落成 今天想帶大家去走一走 看看這些新的項目到底是否吸引 不過就真的純粹帶大家去走一走 因為我這次澳門之行 並沒有預先聯絡到我任何在澳門酒店做的朋友 沒有叫他們去幫忙為我介紹這些新的項目 因為都希望可以以一個最忠狠的角度 來跟大家說說我對這些新項目的first impression 而更加深入的介紹 我想真的要等到遲些臨通關的時候 我才去聯絡我這些澳門的朋友 叫他們幫忙給我一些資料 去介紹給大家 第一站就先帶大家來到以前叫做金沙城的倫敦人 倫敦人除了改了名字之外 他無論是外牆還是內籠也有進行大翻身 有別於以往的那種有點像熱帶風情的感覺 現在外牆就變得好像整座西敏紙一樣 而裡面的裝修也變了以黑白灰三種顏色做主調的英良風格 雖然我自己就覺得虹無二萬 裡面的裝修的確是爛了很多 但我有澳門的朋友就跟我說 他覺得整個裝修是沒有以前的那麼好看 加上以前的那種熱帶風情 在室內部分是種滿了很多樹 整個感覺會比較貼近大自然一些 比較熱情一些 現在整個感覺就似乎有點冷冰冰 不知道大家又喜歡以前的裝修多些 還是現在的這一種多些 但可能是由於外牆的裝修未完全弄好 加上西敏紙的風格是會比較灰灰啡啡 沒有以前的網絡那麼光鮮 如果單論外牆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以前的多些 而除了外牆和內籠翻新了之外 就好像威尼斯人有條大溫河 巴黎人就有一個迷你版的巴黎鐵塔 倫敦人這裏當然都是有些很適合用來打卡的地標建築 因此他就在外面就弄了一個迷你版的大鬥鐘 不過都是說一句 可能由於現在整個工程未完全完成了 所以我暫時都未留意到有什麼特別的燈光 或者特別的布時效果 對比起巴黎人的巴黎鐵塔來說 暫時覺得都是略為有些少單調 其實倫敦人這裏都有不少打卡位 例如我見到有些巨型的英式茶杯 可以被人坐在裏面 又見過有一格英式雙層巴士 我覺得這麼多的打卡位之中 最正的就是這個 充滿童年回憶在香港 現在真的沒什麼 哪一家麥當勞分店有的麥當勞叔叔 除了麥當勞叔叔之外 我還發現 竟然還有小飛飛 滑嘟嘟嘟 和漢武神偷 那些童年回憶立即回來了 不過我看過樣子 這些老麥的裝飾 似乎是一個臨時性質而已 希望通關之後仍然可以保留多樂麗 等我們香港的朋友都可以來到這裏打卡 走完倫敦人就帶大家回到威尼斯人 威尼斯人最大的變化 我想就是多了一個TEAMLAP展覽 而這個TEAMLAP展覽 還要是一個上設展覽 即是說這個展覽 如無意外應該永久都會在威尼斯人這裏 所以去到通關的時候 這個展覽理論上都是不會撤走的 因此遲些通關之後 如果喜歡打卡的朋友 就可以很簡單地搭乘船過來澳門 就可以打卡 而門闢的價錢聽起來也不算貴 大人只不過是268元而已 以TEAMLAP展覽來說 絕對是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 這個上設展覽 和以往期間限定的展覽 在展品上到底有什麼分別呢? 不怕老實跟大家說 TEAMLAP展覽我都應該去過三至四個左右 而看回這裡的宣傳品上的照片 不少老實說都是熟口熟面的 不過我亦都發現 有些是我從來都未見過 譬如我身後面的這一幅 就是我從來都未見過的 到底這個展覽裡面有多少 真是比較少見的展品 以及這些展品到底正不正呢? 我想就要等到遲些 真是進去才能回答大家 接下來就帶大家回來Galaxy 跟大家說說這一邊 到底有什麼變化 明年Galaxy會新增兩棟酒店 其中一棟就是位於現在的 JW萬豪酒店的斜對面 威尼斯人的正對面 這裡除了會是一個 國際會議展覽中心之外 而路上也會是 安達士酒店 而在水晶大堂我身後面的 這些圍板的後面 Galaxy就在這裡建了一棟 全新的酒店大樓 這棟大樓即將會進駐新加坡 一個超豪華的酒店品牌 那個級數是會吸得住香港的半島酒店 這間酒店就是 Ravos來佛市酒店 如果喜歡住Galaxy的朋友 遲些就有更多酒店可以選擇 不過老實說 這一棟外觀設計 我就真的不太懂得欣賞 不單止我自己覺得 設計外觀是真心有少許斜 它亦是跟Galaxy的其他建築物 有少許格格不入 有別於Galaxy的其他建築物 以白色配搭金色 帶少許古典風格來做主調 這一棟新的建築物 幾乎整棟都是金色 而且似乎是走現代風格 因此整個感覺是非常討厚的 另外這個水晶大堂 亦有進行一個大翻新的 有比以往就 只是球後期製造了幾個 五萬綠色的巨型水晶 現在就是變成了一個 疑似是用水晶來整成的 良品噴水池 漂亮不漂亮就見人見資了 不過我看到真的有很多大媽 特意走過來這邊打卡 喜歡玩兩棟的朋友 我就建議大家 遲些來到澳門玩 記住要量力而為 千萬不要輸到連內褲都沒有買 當然我以前介紹過 位於Galaxy底下的那間 可以說是全路坦最便宜的那間 買19元飯的餐廳 快庫站 這次來到 居然是消失了 石頭連下去下面的那條 扶手電梯也不見了 現在就填平了 變成了一個澳門旅遊局的宣傳站 因此來玩的話 記住要看著自己的荷包 量力而為 不然你隨時不夠錢在澳門吃飯 好 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下一集就會帶大家去看看澳門另外兩間 早幾個月才新開的酒店 如果想看之前的三集 支持澳門各地現況的影片 看youtube的朋友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